华盛顿邮报今天引述网络聊天室成员披露 泄露美国机密文件引发国安调查的人 是一名二十多岁的枪支爱好者 他在一处军事基地内工作 华游说泄露者在即使通讯平台Discord 向二十多名男子与男孩分享机密资讯 这群人对枪支军事装备与上帝有共同爱好 华游根据掌握到的信息 浅线采访了Discord的聊天室的两名成员 路透社无法证实这则报道的细节 Discord今天稍早发声明说 正在配合执法当局调查 美国国防部与司法部未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这可能是近年来最严重的美国机密资料外泄事件 五角大厦正在评估造成的损害规模 司法部上周展开正式的刑事调查 美机密文件外泄目前恐仅冰山一角 事件原由总览泄露者使用的名称是O.G.Original Gangster的缩写 一即老派的传统主义者 华游的消息人士说 泄密者年龄介于20出头到20多岁 受到聊天室成员敬重 一名聊天室成员说他身材精实很强壮全副武装受过训练拥有你预期某种疯狂电影人物中的所有特点 华游报道 这名聊天室成员不到18岁 经过他母亲同意匿名接受采访 近期数张敏感文件的照片传上了Discord等平台 包括网络论坛Fortune 加密全球通信软体TalentGap与Twitter等 似乎成了近年来最严重的美国机密外泄事件 美国国安机构与司法部门正在调查机密外信案 以评估这对国安以及与盟友等关系的损害 包括与乌克兰的关系